这一台特斯拉不是有买的 是花莲县政府送出去的百万毫礼 让人看了好羡慕 找到了找到了 东西 而这对夫妻脸上的笑容 完全藏不住 原来他们就是特斯拉心愈得住 受到疫情意向留业者苦哈哈 花莲县政府为了振兴观光经济 只要在五月至十月底 有到花莲自由行住宿的旅客 都有机会抽中特斯拉 开心可以总统讲 那感谢花莲县政府 办真实的活动 让我有机会可以中奖 虽然从来没有中过奖 抽中特斯拉的黄小姐 笑得何不拢罪 毕竟初来玩住宿费才花五千二 就把百万特斯拉带回家 真的非常幸运 说到自己平常根本不太会中奖 底下直接笑成一片 补助方案不止民众受惠 花莲县政府也鼓励旅游业者 带团到花莲县同样可以拿到补助 为了振兴观光经济 花莲县政府大手笔花了八百多万元 但带来的商机已经超过二点八亿 成效相当好 花莲县政府决定将活动延长到十二月二十三号 再加码百万元补助 希望这一次除了国人之外 也能带来国外旅客 三星期间的旅游网市传花莲采访报道